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西安江东大学 反方苏州大学队 请坐 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双方队员 首先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变 唐宁刚 正方二变 江寿林 正方参变 赖亚南 军方四变 孙彦成 仅代表西安江东大学 向各位问好 感谢正方同学 下面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变 田世瑜来自苏州大学新闻系 向您问好 二变 孙彦成 苏州大学新闻系 向大家问好 三变 郭航林 苏州大学管理科学系 向大家 四变 崔中祥 苏州大学管理科学系 代表苏州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好的 谢谢反方同学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评委 他们是 复旦大学校编论队教练 丽嘉敌评委 欢迎 厦门大学校编论队资深变手 马成谣评委 欢迎 厂门大学校编论队资深变手 金田田评委 欢迎 武汉大学校编论队资深变手 吴嘉义评委 欢迎 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的变题是 正方 中国应该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反方 中国不必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在比赛开始前 提醒各位变手注意比赛规则 确保比赛有需进行 现在我宣布 本场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进入评词环节 发言顺序依次为 正方一变 反方一变 正方二变 反方二变 各队和灵活分配两个变位的变运进行开篇评词 即时开始 谢谢主席 对方面有 各位观众 2011年7月23日的晚上 天下着大雨 变闪雷鸣 开往福州的第301次列车呼啸着向前飞时 与前方发生追尾 转瞬之间 40条鲜活的生命在冰冷的黑夜里 赫然尝试永远地与我们分离 更让我们感到忧心和恐惧的是 如此事故并不只是令人痛心的偶然 近2011年7月10日至10月1日这八十余天里 中国高铁从空调 失灵 停电 抛毛这样的事故 到永温县追尾这样的特大灾难 大大小小 总计高达41起 比如说7月18日 在741次列车上就因为供电问题发生了车体 高达15度左右的倾斜 车上乘客为此惊出一身冷汗 今天 在40条匆匆离我们而去的生命面前 我们双方正是怀着对死去同胞深深的怀念 带着严谨而负责的态度来到辩论场上 共同探讨中国高铁发展的未来之路 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我方认为中国应该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所谓高速铁路就是指应运营运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 对于路轨和车辆都有更高要求的线路 而暂缓二字则是指在公共治理能力 与高速铁路发展速度相匹配之前 对原本高速进行的高铁采取暂时降温的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对通过审批 并且已经开通的项目进行全面彻底的安全检查 对通过审批还未开始建造的项目进行重新的审批 以及暂停审批新的建设项目 之所以采取此项政策 是因为在高速铁路飞速向前发展的今天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暴露了出来 而这些问题和隐患不仅带来了频繁发生的事故 还时时刻刻威胁着数以万计乘客的生命安全 比如说人命攸关的列车技术带着缺陷就匆忙的投入使用 已经造成了惨剧 再比如说我国现阶段规划能力还十分有限 这就导致已经纳入规划的高铁建设项目 在要建设之际却被尴尬的突然喊停 然而最让人感到忧心的是 在这个建设速度已经过快急需暂缓的时刻 五国高铁建设却似乎失去了理智一样 直意向前陷入了一种近乎狂热的状态 举个例子来说 为了弥补高铁司机的不足 中国铁道部竟然会违反自己制定台的规定 让毕业仅仅半年的大学生就去驾驶高铁仓促的上岗 如果说我们对高铁的速度还没有陷入一种疯狂的追求 如果说我们还能去理智的思考的话 又怎么可能把上千条乘客的生命安全 交到这样一个毫无应急经验的大学生手里呢 其实回手过去的十几年 中国高铁已然取得了举世主义的成就 也确实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面对眼前沉重的事实 面对之后的公共管理能力 如果我们还不能够静下心来 继续反思现状暂缓高铁建设 那么中国高铁的这种不理智的狂热 终将带来什么恐怕难以想象 我们真长的希望 有一天中国高铁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放心 在这每一个中国人平安的驶向他们温暖的家 谢谢 感谢中方一变的精彩诚词 同时提醒中方二变还剩2分09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开篇诚词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各位好 今天我们跟对方便友一样 都对中国高铁抱有一个审慎的态度 因为七二三事故中失去的40条生命 在我们每一个国人心中都是永远的伤痛 但是透定死统 当我们今天以中国为主体来讨论 高速铁路建设是否需要暂缓时 我方认为 应该秉承一个更加理性且负责人的态度 中国高铁存在问题毋庸置疑 但我们今天 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急迫境态 我们跟对方便友也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今天一个国家的层面 来讨论一个政策是否需要暂缓或者变分时 我方认为 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高铁是否存在问题的 简单的事实判断上 而应该讨论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是否需要通过暂缓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具体来说 就是是否需要暂停当下的高铁建设 延长中长期铁路规划 推迟四纵四横铁路网构建 让整个百年大计已搁置下来 我方认为是不必要的 首先 中国高铁现存的安全问题 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 这种对方便有所说 我们对于高铁管理和技术上的质疑 而第二个方面 在于某些官员 浩大习工 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贪污腐败问题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我方认为 必须加大安全建设而绝非暂缓 缔造了安全神话的日本新干线 在运营的初期 也遭遇了故障重重的困难局面 但是 就是本着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的心态 才能让日本高铁领跑事件 而对于第二类问题 我方认为 我们必须加大监管力度和审查制度 对责任人进行严格的处罚 暂缓高铁建设 不仅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于事无补 还会让我们中国为主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 高速铁路网建构将直接左右中国未来的发展 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将使中国不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高速铁路的促进作用 正在逐步显现 京津高铁 京津城汽开通仅仅一年 天津的经济增长量就达到16.5% 远高于国内其他水平 武汉在高铁开通之后 真正的实现了九省通局 为武广大都市代区域经济一体化 创造了条件 2020年开通的五条高铁 将为货运腾出2.3亿吨的运力 大大的缓解了我国原有的存在的三分之二的运力缺口 同时还能解决我国原有陷入上人祸混跑 效率地下的尴尬局面 不仅如此 高铁的建设将带来600万个就业岗位 是成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30倍 面对沉重的能源压力 高铁每百人公里的能耗 仅为大客车的二分之一 飞机的六分之一 碳排放量几乎为零 高铁的快捷与节能 已经让发展高铁成为世界各国路运交通中的重中之重 而对于身处亚欧大陆 无缘辽阔的中国来说 更是意义非凡 中国的铁路发展长期之后 美国早在50年代就已建成40万公里的铁路运营里程 而在中国只计划在2020年前能完成12万公里 今天我们的不懈努力是在弥补历史欠下的巨债 中国用了20年 克服了技术壁壤和融资难题 艰难地赶上了发展了近半个世纪的发达国家 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无疑于放弃之前的巨大努力和大好时机 伙方认为 无断的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只会助就未来 巨大的遗憾 谢谢 感谢本方一遍 同时提醒本方二遍 您的时间还剩2分18秒 下面有请正方二遍进行深论 您的时间有2分09秒 计时开始 好 谢谢主席 首先我们来看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他们今天抱的是一种审慎负责任的态度 可是另一方面 对方便有很奇怪 他告诉我们说 中国高铁队是存在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暂缓 继续发展下去就好了 继续建设新线路就好了 安全问题没有保障 也没有关系 请您告诉我 这真的是一种负责任的审慎态度吗 再来看第二方面 对方便有告诉我 今天其实我们双方抱的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但是我们双方给出的政策是不同的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这要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一边建设一边完善 我们可以加大安全建设 但是不必暂缓新线路的建设 对于加大安全建设 这点我方也承认 但是对方便有 是不是说我们新建线路的建设速度 依然不能暂缓 是不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原有的 非常高的速度去建设我们的新线路 请问对方便有 既然临方承认的安全问题 是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立刻解决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 我们的高铁建设速度 是不是应该缓一缓 等一等我们的安全措施呢 再来看第三方面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什么 对方便有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高铁对于我们有着非常多的优势 比如说它能够带来经济创收 能够解放破运 但是我们来看 高铁的优势 我方也承认 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高铁现象本身 但是今天我们要看 站在中国当前的现状之下 我们是否能够驾驭高铁 那么快的安全速度 你刚告诉我说 金金成绩 金金成绩开通以后 能够得到16.5%的自己增长速度 可是我就想请问对方便有 当安全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当人民的生意都保障不了的时候 您是要建议什么样的高铁呢 试想一下 如果按照你方所说 建设速度不暂缓 即便我们建设了几纵几横 不论多么发展的一路 当然人们坐上去是一个不安全的时候 我们坐的不是回家的列车 而是送我们命的列车 这样的列车对我们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这样的列车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又有何意义 就像温车车出事之后 温车车出事之后 到处的经济损失到底是大了还是响了呢 你方是不是有点无限了呢 铁路营运里成不主事 我们建设的营运大于不了的 钢铁基础来解决呢 谢谢 感谢中方二变的精彩论述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进行深论 您的时间还有两分十八秒 计时开始 好的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们首先今天应该明确一个概念 那就是在我们变体举境当中的暂缓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义 在对方没有的眼中 暂缓变成了什么 今天钢铁出现了事故 那我们花时间去解决问题 我们做一些调整 就叫做暂缓 那按照对方的这个定义 我方要论证什么 今天钢铁出现了723动车事故 我方要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按照以前的建设方式 建设速度继续的大步前进 大步向前迈进 这样才叫我方的论证 那这样一种论证 我方宁愿不要论证 因为高铁的确有问题 但的确要解决 我方可以放弃自己的立场 但是这样的辩论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今天我们考虑 变体当中的语气 是指一个中国当下的一个政策 来考虑的话 那么这个暂缓 就应该放到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 政策层面去考虑 不是说高铁有问题要不要解决 有问题要解决 要不要花时间解决 要花时间解决 要不要花精力解决 要花精力解决 花一切代价都要解决 但是这些东西 要不要影响到整个国家 要不要影响到整个国家 关于高铁建设的 整个中长期的战略规划呢 我方认为这不需要 所以我方的第一当中 暂缓就是指不必影响 解决当下的问题 不必影响整个国家的 中长期的战略影响规划 所以说在此基础上 我们再来看 对方没有所提出的安全问题 今天对方没有说 我们的高铁 有人过快的去建设 导致了出现安全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是要通过暂缓 国家的高铁建设规划 来解决呢 还是说我们要 加大力度去解决呢 今天你把整个国家的 高铁建设规划给搁置了 我问你怎么解决 第二个方没有告诉我 今天高铁有技术问题 我方承认 技术问题要解决 在任何时候都要解决 要扎成扎坏去建设 不否认 但是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否说 我们搁置一下我们的计划 搁置一下我们的建设 我们这个时候停下来呢 显然不是吧 因为当下出现的这些问题 是在可以控制范围之内的 如果是不在控制范围之内的话 那对方没有请你论证一下 今天我们不是应该不建设了 而是应该停下 整个中国在高铁线路上 所有正在跑的这些列车才行 是因为在地方的眼中 这些安全问题是不可以控制的 所以说今天发现问题下 对方没有建议 简简单的说 停下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没有告诉我 做一个嘴意的比较 谢谢 感谢两方二变的精彩论述 下面进入知识环节 正方三变分别上 反方一二四变各提三个问题 反方逐一回答 一问一答 反方三变规则同上 双方三变九次提问 共用时九十秒 每次提问不单独计时 时间用完 计时原名笔 提问立即结束 双方一二四变 每次回答用时二十秒 时间用完 计时原名笔回答立即结束 提醒各位中途 提问方不得打断 被提问方 下面首先有请正方三变 进行提问 计时开始 好 首先有请对方一变 请您告诉我 生命的价值可以用 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衡量 或者做比较吗 当然不能 所以说今天面对安全问题 面对可能危及到我们人民生命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解决 这条您说的可能存在强感攻击的问题 我们不仅今天制定一个完工的上限 我们给它制定一个完工的下限 好不好呢 对违反这个工作的人进行严格的出发 为什么要再完整个中国的 好 待会儿我会告诉您 好 请您告诉我了 黑霉瑶对于增加国家的GDP和提供就业岗位方面 它有没有作用呢 您举这个例子 无非是想告诉我们 黑霉瑶它也存在安全隐患 对我们今天是要加大去惩治这些安全的隐患 那问题是 是不是因为存在黑霉瑶 我们中国的煤炭事业不要发展的 对方便有您曲解了我的意思 不要揣测我 我的心是您看不透的 对方便有请问您了 您说贪污腐败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请问您了 现在多花一点时间 多派几人去查这些事情 对于我们解决贪腐问题 有没有一点点的作用呢 对方便有 我看不透您的心 我也看不透那些贪官的心 但是我们实际上说 今天贪污问题 在中国很多领域都存在 那是不是今天我们贪污问题 一天不解决 我们中国的任何事业 任何部门都不要发展的呢 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本着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没有谢谢 您没有否认我们放多 花一些时间去检查 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好请问您了 我们本来以为啊 金户铁路出现一些停电 是我们最后的事故了 可是有温线出事以后 发现我们错了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技术究竟还有多少隐藏的问题呢 对啊 那我跟你说一下日本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建设初期 它经过了十年的磨合 才达到所谓的安全 当初建设的时候 它的地基下沉 信号故障 雷电导致的停电 甚至连厕所的门都被吹飞 在日本新干线抢修队长的这本书呢 就有提到 而在去年的韩国的高点 也出现了54级故障 所以故障在什么时候都有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解决 好 那请您告诉我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 新干线的安全可以保证吗 对吧 这些安全是在可以控制范围之内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新干线可以开 所以我们在加大安全建设的时候 同时也在建设这个高点 就像我们中国新天的高点计划一样 我们的安全建设 我们的整个的信号系统 整个基础工程的建设 也是高点的建设之一 原来是几条人物 是对方所说的可以控制的范围 好 请您论证 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不需要您论证 即刻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在极短的时间解决 您方可以论证吗 要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方不是高点技术专家 但是我方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 是不影响整个国家的高点 战略规划 您方要论证的 不是说今天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您要给我论证 今天我们国家应当隔着 我们的高点战略计划 这才是您方的论证 解不解决双方都要解决 请您不要让我方去论证暂停 我方今天论证的是暂缓 好 请问您了 一个理性的人 会不会无缘无故的 去打破一些合理的规则呢 一个理性的人 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 去打破一个合理的规则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可是对方没有去告诉我们 发展速度真是十快十慢 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 放在前面的话 你怎么去比较呢 我们说只要不暂停 就不会影响中长期的规划 请问您了 我们将本来需要 至少六到九个月的空车运行 缩短到一个月都不到 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吗 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这是因为官员的政绩官 已经耗大喜功的问题 即使你再给他一年的时间 全国都在竞争 这些官员还是会耗大喜功 还是会抢工期 所以问题的解决不在于 暂停来到一样加强监管力度 建立太完善的监督体 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才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无论证 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 不要逼这么紧 我们对于解决这种狂热的心态 一点作用都没有 对方便有 当然有作用 可是问题是 今天您要论证的是 一定要通过放慢脚步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就好比说官员腐败 在每个行业 每个领域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您单可以用官员腐败的问题 去论证 每个行业都需要暂缓的 好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的精彩问答 下面有请反方三面进行提问 计时开始 好的 谢谢主席 有请对方一面 请您方向我方论证一下 违法的黑莓尔和今天国家投资 重金建设的长期的高速铁路 是一样的 对方便我光只是想告诉您 今天技术问题 一天没有解决 我们所建设的认为一条新的干线 它的安全隐患就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 却去忙碌的去发展高铁的话 那么就对民众的生命安全是一种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今天要抱着一份负责任派出 让每一条高铁的新建设的项目都应该是安全的 您觉得我们已建的高铁项目是否安全 如果不安全是不是应该全部停掉了 对方便我不是的 今天我们正是感到非常的无奈 因为这些项目已经建成了 所以我们才有个条政策说要安全检查 而且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了 就是因为有安全问题 所以国家要求本来是300公里以上的速度 现在已经降到300公里以下 就是说我们对安全性能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对策了 所以民方应该在深的高度告诉大家 有问题我们很重视人民 可是对于现有的铁路 民方又认为安全检查可以问题 是不是双重标准的 对方便说不对 我们已经降速了 在降速的情况下 安全性能是否可以得到保证的 反而是民方今天很奇怪 我方来论证今天我们中国不要建设高铁了 是不是暂缓规划就是不要这个规划了吗 我方今天只是说 如果安全检查一天没有解决 我们就应该把安全检查解决了以后再上路才对 让马达每一个人的安全检查才可以 所以民方今天要论证的是 我国的长期的铁路规划要暂缓 有请二边 有一条铁路如果它初期的时候事故频发 按照您的逻辑 是不是应该把它暂缓下来呢 对方便有 那要看条铁路是什么样子的了 像机误线 他在运区那么不频繁的故障 甚至一周这里都会出现了五次故障 而且事故报告都实时没有给出 穿故障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这样的列车 你认为乘客坐着会放心吗 你让没有不要激动吗 我刚才说的那条是1964年的日本新干线 它当时车门都被吹飞了 请问日本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有没有暂缓呢 对方便有 您不要拿日本一个例子来看 日本人建成新干线的速度 远远没有中国现在建成高铁这么狂热 就让德国来看好了 德国列车出现拖过一头 他们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一度全国的高速全部都已经体育 您告诉我德国是不是有更负责任的态度呢 没有 不论是德国还是日本 他们出了问题以后都检查面积 问对面积解决问题 并没有像您方样的暂缓 请问您暂缓能否解决 您方说的那些问题呢 对方便有 我方看到的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就请您方论证 如果您方说可以边建设边解决 安全问题解决不需要时间的话 请您方给我论证一下好不好 如果论证不了 请问您安全及措施解决之前 我们高铁建设应不应该暂缓 等一等我们的人民后面灵魂呢 您方没有解决问题 不是只看时间 尤其四遍 刚看那些问题的原因 您方认为我们暂缓 可以解决贪愿 官员的贪污腐败 您论证一下好不好呢 没有 你这个论证太不公平了 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打算用暂缓政策来解决中国的体制问题 这不可能嘛 我们说的是 目前我们采取暂缓的政策 我们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是不矛盾的 而您方论证的是这个问题 矛盾才能对我方造成进行进攻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目前不仅有贪污的问题 还有安全的问题 而安全的问题只能通过暂缓 安全的问题 由于贪污腐败造成 明明应该由对方便有向我方论证 通过暂缓 可以解决由贪污腐败带来的安全问题 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 什么叫安全问题也是贪污腐败造成 我告诉您一个例子 目前我过去723这个事故 是因为没有一套自动刹车系统 我们目前的这个ATB系统 它的紧急的情况下 在恶劣的经济情况下会失效 这个难道也是贪污腐败的问题吗 这个不是啊 所以说安全也存在问题 存在一个和贪污腐败没有关系的问题 这个是必须能够暂缓 有的贪污腐败导致工程质量变差 导致的安全问题 对方不用不看 对方没有说技术问题 那我们技术出现问题 要不要暂缓我们的高铁技术的建设呢 没有 我们谈的是暂缓高铁的建设 我们说今天要解决技术问题 就需要暂缓 跟我们提供一个空间 给科学家更多的时间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是您方难道今天要问证 就连我公目前没有一套完善的 自动刹车系统 这个也成了一个贪污腐败的问题吗 没有 真的是我公没有自动刹车系统 还是刹车系统 因为个别人员已经出现问题 您方的话要告诉我方一下 谢谢 中科院的暂时告诉我们 确实我们现在没有一套技术 感谢中阑双方建设的精彩表现 下面有请正方三变进行总结 时间为两分钟 计时开始 谢谢 请大家仔细来想个问题 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对于高铁建设的速度 这种态度不理性 我们作为一个隐性这项技术 十年都不到的国家 我们何德何能敢去将国外要空车运行 六到九个月这个试运行的时间 强制的缩短到一个月都不到呢 对方也告诉我一个底性人不会这样做 那是什么问题 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 对方并有不要 对方并有说要我方去论证 今天减缓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其实对方没有否定的是什么 我们暂缓 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不必要那么紧迫 如果不是逼太紧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去那么紧迫的浩大喜功 我们就会做出一种底性的判断 把原来该有的六到九个月把它坐实坐到位 不会让它一到两个月空载运行就强制上路 可以让更多技术不承受的问题 在没有载人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这是不是对于我们安全系统提升 有一定的作用呢 为什么我方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 请对方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对方又说 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极短的时间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方只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可以一边铺路 我们一边去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那说的是什么 就像我非常爱我的妻子 我给她买了一个电热水器 但是我告诉她可能会漏电 对方便我说没有关系 老婆你进去边洗澡 如果看到蓝色的电火花 像你招招手的时候 你告诉我把电切断就好了嘛 对方便有口口声声告诉我们 它是一种审慎的态度 对方大家可以看一看嘛 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 最后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说黑梅瑶的例子 不是说黑梅瑶这样种违法的世界 和高铁性质是一样的 只是我方要提醒对方 不要泄露一个狂热追求GDP 这样一个陷阱中不能自拔 如果说GDP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标准化 请您论证 为什么黑梅瑶我方要起立呢 谢谢 我们感谢本方三变的精彩总结 下面有请本方三变进行总结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好的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大家好 那其实今天关键是对方便有对于暂缓的定义 出现了理解错误 他们说什么 今天我们建设的时候 如果不按照我们的工程 不按照我们的科学 我们有的人抢得太快 建得太快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慢下来 我们回到正常的科学的理性的速度 就叫暂缓 对方便有 那我方今天论证什么 是不是我方一定要论证 今天所有人都要发疯一样的 去拼命建设 才能论证我方的观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暂缓是什么意思 暂缓就是告诉对方便有 在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 在一个长期的角度 考虑我国的百年大计的时候 要不要因为现在出现个别问题 要不要因为现在出现有个别探某官员 要不要出现体制问题 就使我们整个中长期的国家的发展规划 停下来 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中才有意义 对方便有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铁路系统出现问题 安全问题 我方当然要解决 可是对方便有 其实今天双重标准 但一方面告诉我们 对于新秀的铁路 中国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你必须停下来 我停下来就会死人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已有的铁路 可以通过安全的检查来解决 所以我们现有的铁路 可以不用停下来 就可以跑 对方便有 如果我们的安全问题 必须通过暂缓来解决化 您方要不要告诉我们 今天铁路铁路 要不要停下来呢 如果可以不用通过暂缓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看到 日本的新干线 德国 法国 韩国的一系列的例子 都告诉我们 其实安全问题 我们可以两手抓 两手都要运 一方面努力地解决好 我们的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 使我们的高铁建设 变得理性科学合理 为什么要暂缓 对方朋友今天还告诉我们 要不要太过太重于钱 当然我方也不是掉在 显眼子里面 可是今天在讨论这样一个 国家发展问题的时候 要不要把中国的未来 放在这间电视里面讨论呢 谢谢各位 感谢本方三阵的精彩总结 下面休长两分钟 由双方四遍抽签决定 节变顺势 双方各计时四分钟 还剩一分钟时 计时员时间提示 首先有请反方发言 计时开始 对方同学 您今天好像双重标准吧 您告诉我们 再见的铁路安全问题可以解决 而没有建的铁路安全问题就不能解决 请问您到底不能解决 我们说对于已经建成了线路 采用的是权利之计 我们牺牲的是我们的利益 去换取这样一个安全 是一个苟且的态度 对方朋友请问您了 如果我们新技术的隐患不解决的话 新建的铁路线路 它安全可不可以保证 对方朋友 您技术不解决的话 那你以前用的也是这个技术 那以前的为什么可以解决 现在怎么能解决 对方朋友 以前的问题从来没有解决 我们只不过通过降速 它的安全性能得以提升而已吗 所以说您的方今天要向我方论证 我们的政策一点点的安全问题 都解决不了才可以 专门 专门 您今天降速还是解决不了 您方提出了所谓这个 刹车系统不太好的问题 请问您这个问题不解决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题目也要停下来 好专门 那您可以去论证 我们现在应该将已经建成的 通通停下来 这不是我方的论证义务 我方请问您的是 我方放慢脚步 多检查新技术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对于我们提高安全系数 一点作用都没有 今天检查安全技术是必要的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要暂缓国家 那个铁路中长期规划 而且对方没有 刚才口口声声说 今天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指责我们拿金钱坏人 现在告诉我们再见的铁路 他们是要用一个苟且的态度去解决 您要不要管一下 现在运营上的铁路的那些人的安全呢 对方没有 方说的是暂缓 可不是暂停情况 不要再纠缠了好不好的 就请问您 我们需不需要一点时间 来解决安全系上的问题 刹车系的问题 需不需要时间来解决呢 对方没有 在线和不在线的 您方认为 一个可以解决 一个可以不解决 那我方认为 都可以解决您 说您方是不是有点双方标准呢 我们都要解决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对于 已经建好的和没有建议 都采取一个暂缓的态度 一个是运营速度暂缓 一个是建设速度态度 一个是建设速度暂缓 我方其实没有双方标准 请教您我方的问题 我们今天暂缓 流出了这么多的时间 中间解决问题 为什么一点问题 都不可能解决呢 刚刚有错了 这个都是什么 我们通过解决问题 通过各种方法 是能够解决问题 您方已经承认了 所以说在当下 出现问题要解决问题 但是要解决问题 是否要影响 整个国家的中传期规划 这才是我们要讨论 当下是否出现问题 就要解决 刚刚你一定要 我们这样论证 我们还是要论证吗 我们说暂缓不是暂停 为什么影响中点期规划 还请对方证明 大家都看出了 对方今天其实是为了 辩论而辩论 我们今天说 努力的花时间 去提升安全系数 对方问 现在的东西怎么办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吗 对方没有请问您了 除去安全问题不看 现在我们知道 铁道部已经基本上 借不到钱了 如果不暂缓的话 怎么维持现有的建设速度呢 对方说我们是为了 辩论而辩论 那我想反问对方了 如果您现在是反吗 我问您 今天中国高点出了这么多问题 您不要论证 不要解决这问题 我们继续向您进行论证 中妙您就解决我方的问题吗 今天我们没有钱了 怎么借铁路 中妙 资金的锻炼 从来都是时有时无的 我们在06年的时候 也并拟过资金的短捐 我们还是能够通过融资手段 把它用回来 为什么我们要暂缓 中上基铁路规划 中妙 问题就在于 今日已经不比当初了 现在铁道部 由于723是否信用 已经严重下降 很多银行不愿意借他钱 就请您论证下 为什么铁道部 信用下降的现状下 银行还一定愿意 把钱借给他 如果说银行不愿意 把钱借给他 是不是就不能维持 原来的高速建设呢 所以如果他继续不建的话 他的工信力越来越差 以后还会有人借给他钱吗 所以现在我们要提高 我们的工信力 可是提高工信力 为什么要暂缓 暂缓我们的计划 一定要冲突呢 好 对方便已经退到成了 现在资金是出现问题了 如果不能借到 像以前一样的多钱 为什么可以维持 以前的建设所 我方有疑问 抛去资金安全的问题不堪 如果我们现在规划能力是合格的 为什么会规划出一些 对于环境不友好的项目呢 老板 资金出现问题 我方绝对不是退让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我方没有必要否认 但问题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到底是 应该去加大融资手段 把它解决掉 还是像您方的一个政策 把它散了下来 好 资金问题 我方在面前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就请问您 环境不友好的项目 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建设 老板 今天建设铁路 走到哪都会有突发的情况 走到哪都会有各种各样客观的情况 当然要调整 调整意味着要暂缓吗 调整意味着这条铁路不要建吗 调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中产 你规划都可以不需要吗 不是很好 对方朋友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再问一次 我说的是现在规划能力之后 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能够及时的运要到 这个项目该建不该建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曾经规划好了 后来说不建就不建了 这好吗 所以对方朋友 在中国的很多产业中 都出现零方罗列的一系列的问题 按照零方的逻辑 中国今天干脆的不要发展好 因为出现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高田 之前不是小问题 是大问题 三个月出了四十多几事故 这样的问题还叫小问题吗 请您正面回答一下 我放的例子好不好 现在环境一会 这个问题出现了 说明我们规划有 规划能力有问题 规划问题要不要解决一下呢 对方朋友 你要等到我们规划到什么时候 今天房地产也会有规划问题 大桥建设有规划问题 隧道也有规划问题 机场也有规划问题 零方一个个解决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呢 您告诉我 哪一项您逻解的规划问题 由我们会发现 曾经有五个项目 通通不合的要马上下满呢 零方便 您举了这五个项目 我举一个给您听 秦皇岛的那个项目 为什么 我原来规划了这条路 地方政府它怎么做 我为了经济效益改一条道 改一条道怎么做 我还不上交环保测评书 零方便 这到底是规划的问题 还是操作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时间 上交这个环保测评书呢 因为没时间逼太紧嘛 对方便 还不是不暂缓乐的货嘛 这些问题 您帮通通不解释 再问您了 如果不是陷入这样一种 狂乐的状态 请您告诉 为什么会打破自己的规定 把六个月的暂测试时间 缩短到一个月不到呢 对方便 真的是逼得太紧吗 今天我们规划了 经济高铁 它还剩一年的时间 完成它的运营时速 某些官员 他为了给党限领 他把它缩短到一个月 对方便 这到底是规划的问题 还是操作的问题 请您解释一下 把高铁这样的项目都当礼炮 要去县里了 您告诉我 这还是理智的吗 所以应该解决贪员文 官员问题 还是要暂缓我们国家的发展大计呢 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暂缓国家的发展大计 暂缓不影响中远期的规划 就请问了 有些官员有这种思想不振 是不是有一定程度 是因为我们逼得太紧 对方便有正面回答一下 我们也从来不是说要不解决问题 关键问题是解决问题 不影响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中长期规划 所以想请问我解决问题 一定会影响中长期规划吗 对方便有 从长期规划的问题 我忘记是很清楚了 暂缓不会影响吗 经纪你回答我方问题 都把高铁这样的人命关系的项目 当礼炮来放 还不是不理性吗 所以对方便有 今天论证的是什么 论证问题是 今天出现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解决 只要解决了就要暂缓 不解决就要不暂缓 这样讨论有意吗 我们跟对方讲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国家的长远规划 我们要不要暂缓这样政策 对方便有避而不谈 您是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吗 您方负责吗 您方从来没有论证 为什么我们会影响中远期规划 一次都没有 请您告诉我 我们多给他一些时间 对于解决他们这种狂躁心态 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对方便有 今天如果您所谓的暂缓 都不会暂缓我国的长期计划 那还叫暂缓吗 公主您就论证一下 论证一下为什么会暂缓的计划 所以您方觉得 也不会暂缓我长远期计划 国方认为会 国方认为您说的更严会 所以您方要论证一下 他为什么不会暂缓 在您方嘴中就变成了暂缓 好 这方面我们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把以前两年完成的东西 为了提高安全 就是用这个攻击延长到了三年 您告诉我为什么就这么着急 我方已经说了 你看官员贪污附败 官员贪污附败到底是解决的 官员问题还是要暂缓我们的计划 没有 解决暂缓问题是解决 他根本不毛 他一定毛 是不毛的 所以今天解决问题 跟暂缓整个回答的高铁计划 也是一个相互毛的问题 所以说要解决问题 但也不必需要暂缓 讲回答的高铁计划 好的 感谢政府管 双方建设 专业的纯箱舌站 下面让我们平复一下心情 进入节变阶段 双方各用14分钟 剩余30秒时 近视远时间提示 根据抽签 弹搞了这个高铁的建设 中国人民整个的高铁 他们就破续了 我们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 都遭到损失了 中国在可能发展 都没有 我们今天只是要暂缓一下高铁的建设 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就好像什么 就好比今天高铁这个孩子在路上跑 跑着跑着几步 他突然摔了一跤 今天我们作为父母 告诉他孩子 你赶快站起来 跑慢一点 不要再跑那么快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 你永远都不要承大 永远都不要发展 永远都不要去学习 不要去工作 不可能嘛 这个孩子该怎样成长 孩子怎么去成长 今天我们只是说 你摔倒了 受伤了 你刚站起来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缓一缓 慢一慢 等你把你的伤恢复了 等你能够像原来一样 跑得那么快了 再去好好的跑 快快的跑 这是你人生的梦想 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都希望中国发展得更好 更健全 我们一样是在解决问题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今天主要提出的疑问是什么 今天方便有第一个论证要点 叫做我们也要加强安全建设 对方便有 今天我们两方都是要加强安全建设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共识 不能作为您的一个论点 因为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论点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在哪里 是我们在做这个安全建设的同时 我们要不要把高级的建设速度放慢下来 我刚要论证的是 今天我们要搞安全建设 必须把这个高级建设速度放慢下来 您刚要论证的是什么 一般论证的是 我们今天解决这些安全问题的同时 可以保持原油铁路的发展速度不变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 对方这种观点不可取呢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很多问题 如果说你还保持原来那个发展速度的话 会依然层出不久的出现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 自动刹车系统问题 这个在723系统中是已经出现过的 这个自动刹车系统 一旦遇到雨雪天气的紧急情况 就会失灵 是假 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把高铁计划 暂时的革制下来注意 不是永久的 是暂时的革制下来 等到我们把安全技术问题解决好了 再去开放的话 我们今天依旧高速发展出和解决死 OK 那造回来的列车 依然是刹车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问题所在 这些高速发展的列车 依然是有问题的列车 依然会给我们人民群众的财产 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才说 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态度 这是已经删入一种 不理性的狂热 第二方面我告诉我们 今天有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是贪污腐败的问题 造成一方说的种种问题 我方承认 贪污腐败确实是问题之一 可是我们今天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 难道我们暂缓有矛盾吗 不对吗 我们也是要来切除贪污腐败的问题 对方没有 如果你要拿这点进攻的我方 就麻烦您方四边 好好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解决贪污腐败问题 和暂缓的政策 一定是矛盾的 一定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 否则一般这个论点 就不能得到 我们今天说 我们探讨一个社会政策问题 不仅仅要看到这个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结果 我们更要看到这个政策 制定背后的态度和价值 今天对这方面我们谈到了很多的利益 有体调部的利益 财政部的利益 谈到了今天我们去建造这以后 很多美好的蓝图 可是我想反问这方面有一句 我们当初建造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当初建造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当初不是为了要普及 我们不是要位及全国的人民群众吗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发现 这么一项本来是要位及全国人民群众 这么一项政策今天却伤害了全国人民群众的感情 我们要不要把这些政策放一放 缓一缓 如果说今天我们发现一个政策 本来是帮助我们的 现在在伤害我们 我们连对它拒绝和质疑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说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发现 铁路和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同和暂谈 很难去解决 我们却依然要盲目地相信自己 去可以解决 这个才是对中国铁路发展最大的不负责任 这个才是对中国铁路发展 所以这不讲到你的态度 感谢正方四辩的精彩总结 下面有请反方四辩进行总结成词 时间同样为四分钟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其实对方配偶今天好像没有听清楚我方的理论 为什么对方配偶今天始终在对我们轰炸各种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是不是今天对方多举出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是不是今天只要中国面对问题 面对这些您所提出的这些安全问题 融资问题 我们就要暂缓建设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 就是我方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我们所说的暂缓是对国家中长期规划的暂缓 因为今天暂缓是摆在一个 中国应当暂缓高速铁路建设 这么一个国家命题之下的 我们再仔细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标准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以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去暂缓我们的留学 暂缓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是有一个计划的 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摆在前面 没有留学计划和工作计划摆在前面 我们怎么谈暂缓和加速 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光谈暂缓和加速 那么真的很简单 我只要对比昨天的速度和今天的速度 只要今天建设铁路的速度比昨天慢 今天就这样暂缓 可是这样的问题真的有讨论的必要吗 我们不是来和对方便有辩论 今天中国高铁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我们从一遍到四遍 真的是看到了这些问题 可是关键问题是对方便有 你如果要告诉大家 今天中国高铁应该暂缓 你就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暂缓的方式来解决 可是今天我们反观世界上 很多的国家真的有通过暂缓来解决吗 我们举出日本新干线的例子 我告诉你 融资问题不仅是今天中国才有的 当时新干线之处 他为了建设新干线 当时政府是不指指的 他最后通过骗取政府的钱财 通过向世界银行借款 把新干线给修起来了 也是当初面临着很多的安全问题 电路跳扎 以及那个车轴平平断 这些问题 当时新干线都遇到了 可是问题是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对方便有的态度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暂缓建设 我们态度是 我们可以平衡而上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日本新干线当时也暂缓了建设 我们就不会发现50年之后 日本新干线沿途的经济 是其他没有新干线地区经济的整整三倍 而中国建设了高铁之后 也确实交出了满意的成绩 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 中国整个内陆地区不建设高铁 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于是我们发现 我们不仅仅要让一条线付起来 我们要让整个四中四横都付起来 可是问题是对方便有要告诉我们要暂缓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暂缓 遇到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工程都会遇到问题 对方便有想到安全问题 我们也确实需要加紧建设 可是问题是通过暂缓可以解决吗 对方便有告诉我们压缩市云期 压缩工期 我们告诉对方是因为官员腐败 因为全国都在搞大建设 你规定金户高铁规定12012年通车 可是因为官员浩大体工要给党建立提前一年完工 可是你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他给方更多时间 他们还是会耗大成功 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当时的建设并不需要暂缓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在我不再评委讨论的时候 我中间溜开了一下 然后回来他们告诉我 你上去去点评 然后我说好吧 那我就负责上来吐槽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四个评委 对于今天电评这个事情都比较纠结呢 因为我们四个评委所在的队伍恰好也都打这个题 所以的话比较纠结 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正方或法方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 或者说对于对方那个立文里面的一些东西 会天然不能去拆 所以呢 今天其实做评委的时候 其实哎呀 在先吐第一个草 评委很不容易 因为作为一个评委 一个叫什么 负责任的评委 不能有鲜艳的经验 带到遍体中进行裁判 所以我们不能把前面准备讨的任何的东西 带到这场比赛里面 来判断正方和反方 谁讲的是对的 谁讲的是错的 谁讲的是谬误的 谁讲的是合理的 这是土的第一个草 土的第二个草 这个遍体真的很肯跌 主要是反方的跌 因为我还是准备反方的 因为从感情上来讲 然后现在大陆可能普遍偏向正方一点 然后大家如果关注最新一周的报纸的话 当然今天正方说话 我不知道观众没关注 反正常没体现出来 最近一周报纸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高铁70% 工程已经挺健 当然原因很简单 因为没有钱 所以的话 当然钱的问题还好 今天正方手势还挺 这个钱的问题没有打得太狠 否则这个对观众的反方很难看 当然反方其实也有违影的方式 当然没有看到这个过程 很遗憾 所以这个面积是对于 其实正方的朋友也很容易 因为有一些道理 看上去是天然成立的 倒反而没有那么多好处的话去讲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其实正方有很多很多的话去讲 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容易讲得出来 所以今天这个面积 可能稍微有点小问题 第二次 好 接下来不吐槽了 认真地说今天的比赛 那么其实今天这个面积 对于双方来说呢 都是有可以合理地去论证的部分 那么刚刚我们评委讨论呢 就是说正方可能 除了今天在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的 这个情况下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论证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论证 现在高铁的建设速度 实际上是大大超越合理的建设速度的 这一点呢 在辩论的后期 自由辩论的后期 以及在13秒24秒的某一次程式中 有所体现 但是很显然没有作为正方论证的 一个主要的国际在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铁路建设速度本身是合理的 同时确实也出现了问题 那么如果是合理 因为合理里面也包括出现问题 它有一个调整器在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可能是国际 这个叫什么暂缓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可能正方更多的把利息花在出现问题 要解决问题这个上面 而没有更多的花在说 今天的铁路建设速度 是不是真的过快了 所以才暂缓 这个可能是在进一步的探讨中 需要各位去思考的 因为而且过快这方面 如果是过快 我们就可以去谈到更多的东西 社会的原因 政治的原因 经历的为民 故事可以讲的就更多了 那么从反方来讲呢 其实反方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有问题 我们承认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解决问题呢 是不是一定要以停下来的方式 两种 第一种 现在存在的问题 和高铁建设本身的关系在哪里 比如人员的问题 人员操作 因为像那个 723的那个报告里面 实际上那个叫什么 因为累积导致的设备故障 它只是个诱因 因为它设备故障之中 按理说是应该有备案的 备案是什么 用人工操作 那么 区别在哪里呢 因为同样的情况 北京铁路局 就是说 这样你给我停 但是 这个永温线 它没有这样操作 我倒没有这样操作 还有人为事物 然后才撞成 所以说 它的问题的根属性的话 其实可以细致地去分析出来 然后再去看 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反方应该是从 问题出现的机制 和高铁建设速度 或者高铁建设的技术也好 其他方面的各种方面的关系 来判断 是不是未必建设 当然 反方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 你停高铁 可能还有一些利益上的损失 比如 人民群中的出现需求 不能满足了 比如一些经济利益 也可以在这里带起来 因为 账法虽然可以 实现一些正面的目标 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但是今天反方做的一点 我其实作为一个评委 不是太能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只去讨论中长期的这样一个缓的过程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 虽然我是无论是准备反方 但是我想 暂缓就像这个正方一遍提出来的 再见的慢点见 批的没见的先不见 没批的就先不批 好像短期 中期长期 它都都有 为什么进行单单讨论呢 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实际上我作为一个评论是疑惑的 但是呢 我一直标榜我是一个白纸财 什么叫白纸财 就是反方讲的不是 讲的虽然好像有点问题 但是正方没有直接戳破的话 我会认为是正方完全不成立 但是反方呢 正方好像是在出 好像是在出 但是没有戳破 所以我感觉评结果的时候 我就比较淡淡 我就不知道我这个白纸财 到底摆到什么程度比较好 所以 这个整个的变题呢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双方呢 在资料的引用和现场的反应中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思维变手都是训练元素 没有问题 那么 只是希望咱们以后对于这样的问题 在设置的时候更加合理一点 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身 再想更加深入一点 使我们不论是我们的变手 还是我们的精装 真正的有所收获吧 好吧 谢谢大家 感谢李嘉宾评委的精彩点评 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变题 也感谢八位变手的精彩表现 希望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得以解决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本期的本场比赛到此结束了 谢谢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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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